多么灿烂美丽的星球 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遥远的文明发迹之初 中国就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深刻奥妙 当现代文明发展至今 人类再次领悟出和谐共生的新内海 上海电器作为中国最大的装备制造业集团 以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的和谐姿态 聚焦低碳经济 大力发展高效清洁能源 新能源与环保工业装备现代服务业 积极守护人类的绿色未来 上海电器作为全球最大的火电设备供应商 在节能减排的实践中追求技术进步 积极探索高效清洁的火力发电方式 上海电器利用世界最先进的火电制造技术 保持着二氧化碳单位排放平均每年1.2%的递减速度 2000年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套60万千瓦亚林界火电机组 2005年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套100万千瓦级超林界机组 2006年中国第一套1000兆瓦级超超林界机组 又在上海电器制造成功 目前上海电器共承接1000兆瓦超超林界机组 达66台至2009年末已完成14台 相继在华能御环上海外高桥台山宁海等 诸多国内大型电厂投入运行 为践行绿色煤电的承诺 上海电器积极发展IGCC整体煤化器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是国内唯一同时拥有F级 E级IGCC燃气轮机订单的装备制造集团 凭借世界领先的火电设备制造技术 上海电器牢牢恪恪守着许给人类的绿色承诺 非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 上海电器致力于核能、风能等新能源 与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为人类提供清洁电力 上世纪80年代 上海电器为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提供了核岛主设备和常规岛主设备 目前上海电器提供的核电关键设备 已成功运行在秦山核电站 巴基斯坦恰西马17、大亚湾、领澳17核电站 今天上海电器已具备国内最强的核电集成制造能力 实践年产2.5套百万级反应堆压力容器及蒸汽发生器 4.5套反应堆堆内构建及控制棒驱动机构 3套百万级常规岛主设备的生产能力 到2011年上海电器将建成全球产能规模最大 制造集中度最高 核电主设备最完整的专业化制造基地 在风力发电领域 上海电器陆地海上风电定局 主力机型2兆瓦风机几乎能适应全球所有的风矿条件 其发电效率比同类机组高出4%以上 成功研制的3.6兆瓦海上风机 是目前国内自主研发的最先进风电机组 随着风电设备制造能级的不断提升 上海电器将形成每年装机容量超过百万千瓦 产值突破100亿的风机制造能力 上海电器利用先进的新能源装备技术 守护着人类的绿色家园 上海电器积极推进绿色节能新技术 在工业装备领域的应用 作用全球最大电梯单厂制造基地的上海电器 为实现工业节能 率先将能量回馈技术与可变速电梯技术 应用于产品中 以领着电梯制造领域的低碳新风尚 上海电器拥有中国最大的大中型电机专业制造企业 其率先开发的新一代绿色节能产品 代表着国内唯一世界领先的电机制造水平 此外在机床 曲轴 印包机械等一系列工业装备领域 上海电器也始终坚持将绿色理念贯穿其中 为践行减排低碳不懈努力 上海电器利用发电设备制造优势 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电站工程为核心 保持着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不断增长的核心优势 1988年 上海电器首次承接了海口电厂的总承包建设 开创了中国设备制造厂承接电站工程建设的先河 90年代 上海电器第一次启动巴基斯坦 穆札法哥海外电站项目 代表中国电力第一次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 上海电器提供的电站工程项目 在数量和机组容量上步入成熟期 山西柳林 山西照光 山西平硕等一系列工程项目 都已建成发电 孟加拉 越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苏丹 埃塞俄比亚等海外工程项目 也已相继投入运行 至今 上海电器已建与再建的EPC项目 达28个 集足累计2800万千瓦 熔炼美国ENR国际承包商 聚焦能源 整合优势实现突破 上海电器以世界级工厂为标杆 致力于打造现代化的装备制造基地 作为中国动力工业发源地的上海电器敏航基地 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 焕发着新的时代活力 世界最强锻造能力的1.65万吨油压机 250吨 630吨每米油轨锻造操作机 世界最大的450吨电渣重熔炉 亚洲最大的热处理炉 以及100吨电弧炉 120吨精炼炉等一系列大型铸断件 构成上海电器在能源装备制造上的领先实力 其特大 重型 超线装备制造能力 与一体的上海电器临港制造基地 力之打造百万千瓦火电 百万千瓦核电 大型风电 大型船用机电设备 大型输配电设备等重型装备产业的极具地 使之成为支撑上海装备制造业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地 上海电器临港基地 以50年不落后为目标 将创造力指向未来 节能 再生 减少 增长 聚合 为了渴望的那片蔚蓝 为了梦想的那帮过土 为了全人类的美好未来 上海电器相信 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力量 与全人类携手 共创绿色未来 上海电器 全人类携手